画面上是基隆总工会的年度会员大会 各会员代表齐居一堂 包括府会首长 立委林佩祥跟多位市议员等 都共同来为劳工权益而努力 而会议一开始 总工会的理事长江定发 特别为市长谢国良来加油打气 最有执行的一个旷旷耕耘的好市长 那就是我们的小孩爸爸 谢谢国良 谢谢市长帮我们美丽一下 谢谢市长 良好的空间上来做更多的教育训练 规划跟修计 我们目前呢 规划在我们的上智国小 来做我们的未来的劳根园区 那市府预计将会投入 三千多万来进行整个 未来劳工园区的规划 还有它的一个面向 因为它就非常的细 我们目前完成了 无障碍空间的电梯通廊 使用执照的补照 还有主要是在未来办公厅设的整修 以及未来大家可以开会休息 甚至这个充电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部分呢 未来是由 目前由我们劳工这个罗彩院科长在负责 那我们会把它编到下一次的预算年度 所以请大家稍微再等候一下 但是我相信给我们几个月的时间 给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一定可以打造 过去到现在已算是最好的 劳工的一个训练跟休息的空间 所以一定要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报告 我们持续都会在各方面做好我们的施政 续续的来努力来赴助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祝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绝家平安 我们劳工朋友最重要 劳工朋友万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市长之前就有招待谁 就是找我们市政府都会去做一个劳工的政策 来就是你们来就是看看我们需要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那又到我们市政府去跟我们市长会见 那市长就同意说 我们的上智国小 就上智国小就播给我们做执行中心 那上智国小做执行中心 那因为我之前都不要跟大家报告 是因为我想说这些市长来 就由市长来做跟你们报告 我会比较亲 因为那边我前几天也有跟我们的科长 还有我们的建筑师 到我们的上智国小那边去 那我们要用的中餐教室 什么还有烘培教室 还有一些学科教室 还有印第教室 还有我们的活动中心 要该职务而职务理的 那因为那边没有电梯 所以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个无障碍的状况 所以说跟他们做研议之后 那我们的市长真的会有黑心 那也拜议说 加理市长 我绝对会让我们的劳工朋友 来做一个非常温暖私事 就比较拍拍 让干干净净的一个信念中心 这样子 这样子 你说好不好 所以說我們市長真的 他就比較不會說我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比較不會就是先養 但是我知道我們的市長是 一直都站在我們勞工朋友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好好的愛護他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的市長 謝謝我們的市長 那也非常開心遇到這樣的消息 我們應該市長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給他再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大家 上次國小是我在上一屆議員任內 然後跟市長大家共和推動來做這個採病校 因為上次國小離南的國小只有六百公尺 那時候我們我第一屆選上議員 2018年的時候去參加畢業年齡 就只有五個學生 一到六年級只有五個學生 他前三名就是六年級 所以畢業以後剩兩個 所以那時候就剛好有一個這個機會點 然後推動這個採病校 我們能把設價兩個學生 轉到六百公尺外的那個國小 好 那剛好那個釋出的一個場域 那也對我的山坑地區來說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域 我們未來希望可以規劃 很遠的停車空間 然後包含我們的教室 禮遇館來看怎麼運用 我想有賴市政府的各個單位 大家來講包含教育署 大家共和來合理 從現場觀察 基隆的區域不大 人情味濃厚 人跟人之間彼此的關係非常密切 而對於地方政壇的穩定 大家都有共識 希望在和諧的環境下 努力推動市政 為基隆市民謀福利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